做成燭光晚餐 我這輩子都沒試過 登勤確是有想頭 我是女兒也想死了 頭盤餐湯是熱南亞香草雜菜湯 裡面有新鮮的意大利青瓜 甘筍, 再加上燕菜 加上芝士確是忌廉 芝士, 聞起來的味道 真是一對戀人攪在一起這麼甜 可惜的, 入得盡了 浪贏了 前菜四小碟 再加上四種不同的醬汁 有新鮮的意大利 喉菇扒馬上想見過的內涵 小田一口都沒吃過, 真是浪贏了 讓我來 你瘋了嗎? 這些東西隨時吃死人 是不是趕時間投胎? 後宮牌下死, 做鬼也風流 況且有沒有讀, 我一答就知道 沒事 上死有你, 怎麼樣?找到電話了嗎? 還沒開始找 怎麼搞的? 有個愛情專家說過 一個肯為情人入廚房的男人 一定很愛他的女人 為何要這麼殘忍, 拆散燈瓶和小蓮? 嘉嘉, 你太善良了 神探的祝國告訴我 這份是最後的晚餐 是燈瓶設計的唐衣陷席 你還覺得燈瓶在騙小蓮嗎? 不是, 這次我認同了Bill基 這件事的確是疑點重重 小蓮對蝶蠶敏感 這些私隱的東西 只有最親的人才知道 剛巧小蓮臨死前 就吃過登庭為他煮的食物 兩件巧合的事撞在一起 第一個可能就是人為的巧合 嘉嘉, 吃茶吧 但每道素菜的確是沒有蝶蠶的成分 為什麼?老闆 你這道金舌頭試不試到什麼? 這集菜湯作為餐湯, 香味濃郁 比起我平時一定一滴不留喝光 但我記得登庭和小蓮當時 只是喝了涼好膽 然後去前菜四小碟 他們的胃口就大開了 每道菜都是小蓮最喜歡的 如果他真的沒有胃口的話 沒理由在餐湯喝少許 前菜吃光的 唯一的解釋就是喝餐湯的時候 他們已經以國懷心思國懷鬼胎 難道… Duncan發現了小蓮的電話錄音 然後就糟糕了 沒錯, 一定是小蓮發現了 Duncan是同性戀 又說自己是神探 笨探就有你份了 今天我和麥犀哥去過私人會所 查過那些閉路電視的片段 發現Duncan入VIP房間 來, 就是見這個女人 走 這個不是出世名 專搞男技的名媛Mandy? 是人媛望重的Mandy 你可以清晰看到 Mandy是迫向Duncan的 她們的關係, 我想而知 Duncan是她的黃色鴨仔 很肉酸 想知道了, 聽聽錄音吧 但這些是以前的事 我不想再做邪線公仔 讓你擄來擄去 不過我會想辦法 就算被揭穿了, 最多是坐牢 就算身分明定, 我也不介意 男神幻滅, 菩薩變惡鬼 姐姐, 這個世界沒有完美男人 那電話裡面那個 難道真的是Mandy? 在喝餐湯的時候 Duncan一定是發現了 小蓮偷他和Mandy的秘密勾搭 於是在前賽當手腳 再扮情深哄小蓮 目的是要小蓮在毫無防範的情況下 吃光所有的東西 就可以營造她們食物敏感的價值 大家, 吃題字吧 那當你是說得對 對了, 但是麥犀哥嘗嘗了很多道菜 沒有一道是有缺脈的成分 那燈犬是怎麼害死小蓮呢? 麥犀哥, 說個話才行 是, 這個蜜糖芥末掃雞腿的醬汁 是由天然蜜糖, 英式芥末 意式陳醋和花薯品造成的 來, 再做一次吧 好, 太好了 就算Duncan和Mandy 他們兩個背後有什麼秘密關係也好 也不構成Duncan有殺人的動機 謀殺, 很大罪的 總而言之這件事是古古怪怪的 我們跟著Duncan這麼久都沒料 不如我們嘗試在Mandy身上下手吧 我查過, 那天帶Duncan進行責任 就是一個叫Calvin的人 而Calvin就是跟Mandy有一手的 如果我們想查Mandy的話 首先要跟Calvin這個人一關 神探姑娘看來又要你出手了 又是我? 我想說, 如果這件事真是盧殺案的話 我不想我們偵掌牽連在內 我們的委託人只不過是潘小年 現在Duncan找了一條帳, 潘小年就死了 所以最好的做法是交由警方處理 不要再踩下去, 浪費人的物力 多留點時間去做我們手樓上 收錢的工作, 好嗎?完 來 我會支持你的 會不會做了之後你不要我? 浪費家, 原來你還認得我 不認得你的樣子 也認得你那條紅貓在下 你這麼少下來, 別跟我說這麼多 先喝一杯酒 一醉戒千壽, 我喝 有什麼這麼壽, 告訴哥哥? 我最近被人騙了 那個混蛋握了我的錢之後走了 我欠了她, 我欠人全身債 真可憐 Kelman哥, 你會幫我的吧? 我知道你認識Mandy姐 你介紹她給我認識 最多我聽完你的話 那要幫, 又沒說幫不了 不過你要哄Mandy姐開心 首先要哄我開心 先關燈 你去哪兒了? 驚喜, 啤酒蛋糕 我找你吃吧 幸好冰河蛋糕下足了 一兩口就醉得不省人事 要幫我喝什麼, 怎會交給我交代 高級地方真是高級地方 你女兒和M姐妹這麼不同? 豈不是她這麼熟臉嗎? 我去哪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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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找我? 在查什麼?Ada幫你 氣死人了 這樣也被Bill基發現了 這樣就沒有我了 對呀, 我們看看老闆有沒有安排好過 怎麼會呢? 剛才被他嚇一嚇, 弄得我漏了 小心點 對不起, 老闆 我們是私人會所被Bill基發現了 我們無法跟進去, 究竟他想掛了什麼 不要緊 我的針已經把所有東西都揭露了 謝謝你, 喬姐 我姐現在手上有小年的電話錄音 很快就會辣到Duncan和Mandy 放心, 我會做 總之就麻煩你 再有件事, 隨時打電話 Smart Girls, 上車 你竟然是無間島? 糟了, 她的衣服才切線 晴晴一定還在生氣 我幫她找不到那個羅衛的聲音 晴晴…你別生華華, 華華答應你 這個月三十號之前 我一定會幫你找到那個羅衛… Sir, 很空閒在這裡玩電話 不, Sir 我叫你拿那份驗室報告呢? 潘小年那份? 有你沒有? 有…我拿了 在這裡… 在這裡 報告寫說潘小年吃了含有蕎蜜成分的食物 導致食物敏感 然後引發急性的烤喘而死 所以就是死因無可疑 扮專家在這裡 不是我說的 這裡寫著 The disease with no suspicious circumstance detected 死因無可疑 我們專業一點, 行不行嗎? 法醫報告是這樣寫的 不代表案情無可疑 食物過敏都可以是謀殺 我剛剛收到線報 有人舉報潘小年的死 不是食物過敏那麼簡單 是另有內情 當中牽涉的人 跟你很熟, 保持為之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想看多些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小鐘 訂閱吧